为庆祝入行20周年 天后级全方位艺人莫文卫 将于9月15日举办个人展览 她笑颜这么快就20年感觉很奇怪 但也很开心 筹备约一年的展览工程非常浩大 凯倫坦言是一个大挑战 一个其实工程很大 因为可能没什么人做过嘛 所以比较不清楚 到底是要怎么样来筹备一个展览会 所以挑战很大 展览会征展出她多年来的衣服造型和相片等 还有她三岁时候的唱歌录音带也会展出 提到过往戴牙套的造型 莫文卫笑颜自己回看的时候 也不禁尖叫一声 以前的某些造型啊 或者年轻就念书的时候 哇那个那个 还在戴那个牙套啊 那个时候啊 头发又剪得很丑啊 就一直会不断那个尖叫声 在公司里面 就是因为可能发现了一个什么 很恐怖的一件照片 这次凯倫特别提到想邀请张学友 前来观赏 她透露学友在她一生中占了很大席位 所有美好的事情跟回忆都是跟她有关的 比如说我第一次拿金曲奖啊 我唯一一次拍那个电视剧偶像剧也是跟就是学友哥一起 然后她颁奖给我 然后我第一次拍MV的女主角也是拍她的歌 然后因为拍她的歌我才染了一个红头发 然后还后来拍了王家卫的多多天使还拿了奖 所以很多很美好的一些事情啊 回忆都是要就是跟她有关 另外问到会不会邀请好友周星齐来参观 她说一定会 只怕星爷不好意思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